奔跑吧几期过后,依然是热搜,而且每一期都很精彩,充满得了挑战。 那么新的一期跑男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? 八人团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? 本次跑男团这次会前往捷克布拉格,为了奔跑吧最后几期节目的录制。 昨晚,我们熟悉的跑男团成员Phoebe,现身首都机场出发前往捷克, 全员抵达布拉格,邓超、杨颖、李晨、陈鹤、郑海、王祖兰、陆寒、一粒热巴。 八位兄弟团成员也将在捷克,展开他们别样的异国之旅。 一粒热巴暂待杨颖即将结束,相信这期会有离别,而更多的是不舍。 baby的回归,热巴的离开,更多的人说出了他们的不舍。 而跑男中最不舍的热巴离开的,不是陆寒,而是跑男团所有的兄弟。 前五期的播出,热巴和大家配合得相当默契,所有成员都很喜欢他。 而且还和陆寒组了陆地组合,即将要分开,大家更多是不舍。 大家都把热巴当小妹妹一样呵护,他们也一直照顾着他。 其实,观众也舍不得,那个可爱又活泼的热巴,一直为我们带来快乐的热巴。 当然粉丝和观众都很感谢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。 相信跑男团会一直持续奔跑精神。 奔跑把重的有意长久,情意长存。 最后让我们记住热巴为我们带来的每一个精彩瞬间。